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錢賢 大家好 很高興又進度六組談經講座的時間 今天介紹第六次的談經講座 般若品第二 今天要做一個結束 般若品已經第四講了 上一節課的精華我們回顧一下 不悟即佛是眾生 一念悟時眾生是佛 故知萬法盡在自心 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也就是迷悟一念間 迷者眾生悟者佛 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佛向性中作 從心地下功夫 不要往外找 不要往外求 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彌則經累結 悟則剎那間 就當下頓悟 朗獻自己的本性 若即正真 若即正真般若觀照 就要誠心敬意 用一顆真誠的心 來反觀製造 一刹那間 真心起於 忘念滅 一刹那間 陽光進來黑暗消失 若是自性 一物即至佛地 智慧觀照 內外明測 是自本心 講的就是 般若智慧妙用 自心朗現 能夠照進一切 寥寥分明 若是本心即本解脫 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 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所謂無念行就是 般若三昧行 無念法就是般若三昧法 那麼無念並不是 什麼念頭都沒有 而是無雜思無妄念 若見一切法 心不染濁 視為無念 這個無念 我們常常會被這個 字意取解了 取解了就 錯解 就越離越遠了 並不是像木頭石頭沒有念頭 而是清靜的心 不沾著外境 這個念頭 簡單的講 無念就是無雜思妄念 好 繼續 善之時 誤無念法者 萬法盡通 誤無念法者 見諸佛境界 誤無念法者 知佛地位 也可以說整個 般若品 就是在講無念法 也就是般若三昧法 那般若三昧法 它的真實意義 就是十六四出六門出六成 但是清靜的本心守護住 能夠守本真心 對於外境的一切應用自如 但是不攀原外境 不被境所轉 能夠守得住自己清靜的本心 而不起雜思妄念 能夠明白這無念法 那由這無念法 可以一真一切真 一理貫通一切理 而達到萬法盡通的一個靈妙通達 誤無念法者 見諸佛境界 諸佛的境界 諸佛都是守護了一顆不受染污的天心 所以諸佛的境界跟誤無念法者 是一樣的境界 誤無念法者 守本真心如如不動 應用自如靈妙通達 不被外境所轉 所以無雜思無妄念 誤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也可以說 誤念法最後就是朗現佛性 朗現佛性就是還原達本 就是成佛究竟成佛 所以至佛地位 無念法 無念法在這裡再跟大家回顧一下 就是般若三昧法 見一切法 騙一切處 不著一切處 常盡自信 死六事出六門 於六成中 不離不染不雜染 來去自由 即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脫 明無念行 行詞無念法就是 般若三昧法也就是無念行 善知識後代得無法者 將此頓教法門 於同見同行 發願受辭 如是佛故 終生而不退者 定入聖位 跟大家確定的說 後代還會有很多學道的人 也學習這個無念法 般若三昧法 也就是這個頓教的法門 頓悟法頓除妄念 勿無所得 妄念頓斷 就是不生一絲一毫的雜實妄念 而念念由心起 都是清淨本心流露的真實的念頭 那麼 將此頓教法門 於同見同行 志同道合 大家相同的見地 相同的一條路同行 走在這樣 諸佛諸主流傳下來的一個聖賢 頓悟法門的這一條路上 發願受辭 發心發願要受 就是領受修辭這樣的 這一個法門 頓教法門 發這個願望如是佛故 當然一代祖師 一代一代都入滅歸空 但是這個教法流行 能夠後代的人 這個類似老前人所講的 但兮祭我治 何須求我生 色身總是有入滅的時候 但是法身會命卻可以長存 精神是長存的 後代的學人 嚴系著這個祖師大德 留下這個教法 但兮祭我治 何須求我生 色身入滅了 但是法身會命能夠流傳 後代的學人 承受就是既往聖是絕學 既往聖開來學 能夠成祭法身會命 成祭這樣的一個頓教法門 好像猶如祖師大德 老師還在世一樣的這種 這種信授奉行 終生而不退轉 六祖說定入聖位 這裡道理也很簡單 就是任禮歸真 依禮而行 依這個頓教法門而修 那最終就是還原達本 歷代祖師三世諸佛皆從中出 那麼後代也依照這樣的一條路走 走到底就到家了 那六祖又叮嚀了幾段話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 莫傳吩咐不得逆其正法 就是這個教法是主主相傳傳下來 今天有幸德文領授 也要去弘揚不能逆其正法 不可以按摩 就是要有弘法立生 就要先決決後決 這個就飲水思源 報恩了願 不能夠到我們這裡 好像就給他遮藏住了 不再去流傳 要從傳授從上以來 莫傳吩咐 雖然是主主相傳 自古佛佛為傳本體 思思密附本心 今天有這個因緣 有這個福分得受這樣的一個正法 那麼不能夠去暗卡 有要去 有這個使命要去弘揚 也就是我們十條大院 不可逆到不限的意思 那如果不同見同行 這邊的前提就是同見同行 是同道人 志同道合 如果不是同見同行 並不領受這樣的正法 而在別法當中 他還是修持別的法門 他並不是在這一個頓教法門這一路 那也不得傳付 這就也是不要洩漏天機 前面一個不要逆到不限 後面這個算是不洩漏天機 是要有真心來領受的人 真心來仿求的人 是志同道合的人 可以傳授 如果不是在這一條路上的人 是在別法當中 那麼不是這一條門路的人 就不得傳授 志同則道合 道不同不相為謀 如果是在別法當中 也就是異端 還是在旁門左道 還是在其他路子 那這樣的話 會擾亂道場 所以損比前人究竟無益 這一點 一個告訴我們不可逆到不限 再來告訴我們不可洩漏天機 孔子曰 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那不可以言而與之言失言 志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該傳的得傳 不該傳的不要傳 該說的得說 不該說的不要說 這裡就是智慧拿捏 同見同行是一個重點 孔於人不解 棒子法能 百結千生斷佛種性 正法的流行不簡單 愚痴的人如果不理解 很容易產生愚棒 產生種種的毀言棒語 結果毀言棒語 自己也造下了這樣的一個阻礙 不要毀謹正法 毀謹正法 毀謹正法 就招自己的 招來這種 自己的惡果 就是百結千生斷佛種性 人生最後的歸宿就是還原達本 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要恭敬 要尊重 不能夠狂妄自大 一個人如果大言不慘 狂妄自大 常常去毀謹正法 這樣的結果 就自己障礙重重 百結千生 都斷佛種性 就是難以去遇見 跟領受這個正法 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這樣百折千生 輪回苦海 出禮無期 那這是一個提醒 不要毀謹正法 善知識 無有亦無相送 各須送起 在家出家 但依此修 若不自修 惟記無言 亦無有益 聽無頌曰 千言萬語 六族要畫為一首詩記 這個無相送 大家誦讀這個無相送的詩記 簡潔二要 簡而易行 不論我們是在家修還是出家修 依此 這個無相送來修此 依照這無相送裡面的道理來修此 就會有幫助 那如果 沒有 只是寄送這個話語 為記無言 若不自修 沒有去依這個 無相送裡面的道理去信受奉行 只是空送但尋身 送毒 但是沒有心行 只是送 心沒有行 沒有真正實修 這樣送了也是白送了 亦無有益 下面就是這一首無相送 六主談經裡面有三首無相送 這是第一首 說通即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信法 出事破邪中 法即無頓見 迷雾有此疾 只指見信門 愚人不可惜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依 說通即心通 說到做到 口誦心行 說跟心要相應 那說的通 也是心的理有通 說通即心通 大家去咀嚼 主要告訴我們 不要講的天花論罪 但是做的都沒有到位 說的跟你心裡想的 是要一致 說的跟你做的心行 心行一致 言行一致 說通即心通 這樣說得通 也做得到 理有到位 行止有到位 這才是一個圓滿 還是一種一以貫之 不要只是有一個形象 但是沒有一個真實 就有意沒有貫 說通即心通 說得通 也反映的是內心的圓通 才發出一口 是一個圓滿通達的理 這個言跟心 其實是一以貫之的 你心沒有通這些理 你口要講的圓通 也是有困難的 所以說得通 也代表心的理是通的 說通即心通 那麼這樣的一個通達無外 心口的相應 就像如日處虛空 太陽在天上 這個朗朗乾坤 這個惠日高玄這樣子 普見一切 但是 如日處虛空 也有一種空蕩蕩 這一個空蕩蕩的本性 這個虛空 就好像我們的如來佛性 那麼如來佛性 惠日高玄 沒有遮障 這個智慧一樣光明的 波倫妙智如太陽一樣 照見一切 大放光明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學中 這個祖祖相傳 達摩老祖 從西天來到中土 這樣子傳承的就是一個 見性的法門 明心見性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 那因為當時 各說紛紛 佛法呢 也已經從漢朝傳進來 到唐朝 也已經近千年的時間 但是各說紛紛 也有各有各的 一種理解 論述 很多都有一些形象上面的 一個執著 但是在達摩老祖來 是傳這個破相顯身 能夠讓我們頓見真如本性 物無所得 原來本來就無一物 能夠讓我們去入空性 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傳的就是這樣的一個 直截了當 直截根源的一個見性法門 來破除種種種的枝枝結結結 邪就是不正了 不正就是偏離根本 落入枝結旁門 落入枝結旁門 就是事果旁門 這個 訴流動靜當中 要來破除這種 偏邪不正的 這種叫法 法極無頓見 這個正法 常常有人說頓悟法 建修法 頓法 建法 其實法本身沒有頓見 法本身沒有高低 是迷霧有此極 領悟的快跟慢 迷霧的久 迷霧的深 那要悟起來 稍微折騰一下 因為要撥雲 這個雲比較厚 要撥得久一點 那麼雲層比較薄 上根的人 雲層薄 一聽就契入 所以當下就明白 悟得比較快 迷霧有此極 此極就是慢跟快 迷霧一念間 但是一念的翻轉 有的翻得很慢 翻了一輩子 有的翻得很快 就一刹那間 不是法的頓法 建法的差別 法沒有頓見 悟得快慢的問題 是大家的根系 在悟這個禮的時候 有的悟得快 有的悟得慢 指此見性們 愚人不可惜 但是這個見性是個大法 這個見性的法門 愚痴的人 小根治的人 不容易領受 聽了他也不信 不可惜 就不能明白 這個不明白的道理 後面也會講 主要就是說 氣勢不同 他的量 量不同 度量不同 度量太小 他容受不了 前面講小根治人 天龍下雨 圓胡提 好像如飄早夜 但是如果大根氣 如果大海一樣 落於大海 不爭不減 所以 愚人 根治太小 他領受不了這個大法 縮及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這個講法 有各種千門萬教 千法萬法 有各種萬 萬就是眾多 有各種各種的說法 佛法在大家 每一個人都有一套講法 古往今來 每一個人都有他各自的理解 縮及雖萬般 但是萬流歸中 合理還歸一 是一理貫通一切理 是一本善萬書 同時萬書回歸一個根本 所以講法各種 最後就是要回歸一本 回歸一宗 這一宗這一本 就是回歸咱們的本心 心同理同 大家各自回歸本心 就是天下歸人 各自歸回自己的人的本性 就是歸位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會日 攜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聚不用 清淨自無餘 菩提本自性 其心即是妄 靜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丈 煩惱好像一個房子裡面 黑暗沒有燈光 沒有燈光就是無明 沒有光明就很多的煩惱 但是要懂得在煩惱暗宅當中 點亮新燈 去生出太陽般的智慧光明 生出會日來 要點亮新燈 人人都有這個智慧的本心 像太陽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當我們內心起了邪偏 邪偏就是不止於一 沒有會歸這個根本 沒有超越對待分別 而落入兩端 有分別有對待 就有偏差 不正 沒有歸回中正不偏的本心 這個絕對的 就落入的對待分別 就會起計較 起煩惱 斜來 偏斜了以後才有煩惱 當我們正心誠意的時候 沒有任何煩惱 有的煩惱其實是 有執著有分別有對待 才生出種種的煩惱妄想 那正來煩惱除 人一歸正 就是誠心正義的時候 歸回那一點真心 那一點真心就是 無妄念 無雜思 清清淨淨的 那煩惱就泯了 就泯滅了 就沒有煩惱了 但是我們聽到邪跟正 又容易起邪跟正的分別了 最後還要從邪正的分別心當中超越 邪正句不用 不落入在邪正的對待當中 那才是清淨無餘 無餘的清淨就是達到究竟圓滿的清淨 菩提本自性 菩提就是覺 覺悟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本性 我們的各自的本性就是清淨的 就是覺醒的 起心即是旺 但是一起心一動念 沾著外境很容易產生雜濕妄念 本來沒有雜濕妄念 那雜濕妄念就是 沾著外境 攀原外境的起心動念 就被靜所污染了 那污染的心就叫做妄念心 那清淨心含在妄念當中 清淨心在妄心當中 就是說其實妄就是彌質就產生妄了 那方向迷子本來就是清淨的 所以清淨本心寒藏在妄念心當中 這個迷霧一念間 翻轉過來就是霧了 翻轉過來脫落的這種沾著就是清淨了 但正無三丈 能夠正心成義 能夠回歸自己本心止於一 沒有對待分別的這種狀態 就是正心 正心就沒有三種障礙 這三丈就是煩惱障 業障 暴障 也有稱暴障叫做義熟障 煩惱障呢 本性自然具足貪嗔痴三種煩惱 這叫根本煩惱 地域三條根 這個貪嗔痴根本煩惱 地域三條根 有貪嗔痴就有這個煩惱障 有這個煩惱的因 那很難去脫落 也因為這樣的煩惱障礙 讓我們很難去開悟 第二層叫業障 由身口義造作的種種不善之業 最後最嚴重就落入五無間地域 出離無期 就業力習氣造作的 身口義造作的不善之業 帶來的一種業力習氣的障礙 每一個人還沒有脫落 毛病脾氣還沒有徹底改乾淨之前 都帶有業力習氣 都帶有根本煩惱 貪嗔痴的這些障礙 易熟障也叫暴障 造作的這樣的因會遭感苦果 會惡元果熟就會有惡暴的現前 遭感的 第一三條根 最後遭感的就是 地獄惡鬼畜生的三惡道 三惡道的果報 也都是前面煩惱障 貪生吃再加上業力習氣 遭感煩惱業為因 最後的果報成熟 就是落入了這種三惡道的一個報應 所以三藏的結果就是輪回的一個路上 能夠誕證無三藏就是根本的解脫 煩惱夜暴的三種障礙 其實也就是一點真心抖落一身的塵埃 那麼脫離三種障礙 煩惱夜暴的障礙 最後根本解脫 是人若修道 一切靜不妨 常自見幾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煩惱 離道別密道 終身不見道 潑潑度一生 道頭還自傲 世間人如果想要修道的話 處處有道 做一切都可以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迷思 我事情這麼多 我怎麼修道呢 我在家裡那麼多的琢碎 我怎麼修道呢 我工作這麼忙 我怎麼修道呢 其實這就是迷思 道就在日常生活裡 以儒家四位而行來講 你在什麼位 你就在那個位上行 該行的道 素負貴 行夫負貴 素貧賤 行夫貧賤 素遺敵 行夫遺敵 處處有道 道就在置身 所以你走到哪裡 那裡就有道 在那裡的位置 去行該行的道 所以世人若修道 你想修道 一切靜不妨 沒有東西可以妨礙住你 如果你想修 但是如果你不想修 你即使離群所積 你也很難修 因為煩惱取於內心 而不在於外 外只是一個外源 外源牽動的是心 如果心清靜 走到哪裡都清靜 走到哪裡都可以 在他的位上來修來行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所以要怎麼修呢 也很簡單 反求足己 常常去觀照檢點自己 對自己要有嚴格的修辭 一個人常常反觀自照 照見自己的過失 誠心的改過 修正回來 這樣就跟道相當了 這裡有一點中庸 修道之未教的一個意味 率性之未到修道之未教 聖人過多 閒人過少 凡夫無過 一個凡夫 他沒有反觀自照 他一定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自己都很好 千錯萬錯都別人的錯 這就凡夫 能夠懶天下的過 能夠看到自己的過失 一件事情不好 能不能從中看到 我們該擔負的責任 而願意擔更多責任的人 就代表他對自己要求越嚴格 聖人過多就是 他看天下人的過失就是他的過失 為什麼 因為沒有去幫助到 這些有過失的兄弟姐妹 所以常自見幾過 道就在我們身上 與道就相當了 常見他人的過 道就離開我們了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煩惱 色類就是形形色色 各種種類 處處有道 道就是理 天有天理 地有地理 人有性理 事有事理 物有物理 萬事萬物過 各有他的道理 好像各自有各自的軌道 在循環著 在運轉著 各不相煩惱 大家各行各道 其實各自是數位而行 各行各的道 而互相不會妨礙 互相不會干擾 離道別密道 終身不見道 如果不認識道就在置身 反而往外去找 好 那就叫離道別密道 道也者不可虛一離 結果我們離開了 我們往外尋 越尋又越遠 未道而遠之 道不遠人 人未道而遠之 這樣子 終身都找不到道 因為發心的方向就錯了 越錯越遠 離道別密道 就離開自身去往外找到 就終身不見道 潑潑度一生 這樣子 忙忙碌碌碌 雍碌碌碌的 浪直生命歲月 度過自己的一生 到頭來會很後悔 還自傲 就是很懊惱 最後為什麼會懊惱 就是一生白過了 迷迷糊糊糊裡糊塗的過完一生 行遍世間天涯路 唯有修道不誤人 找到這一條正路 依理時修任理歸真 這個不會讓我們後悔 欲得見真道 行政即是道 至若無道心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是有過 如果想要見真道的話 很簡單 行政就是道 道在自身 自己誠心敬意 守本真心 子依為政 走著良心這一條理 如理如法的 依著良心這條路來走 這樣就行的端做的正 這就是道 那自己如果沒有道心 離開良心的指引 偏離了良心的軌道 那就黑暗了 越走越偏斜越黑暗 暗行就越來越見不到道 顯不出身上的一種道的光明 具體的講 如果是真修道的人 反求諸己 不見世間過 這很有趣 大家可能也有時候會有一點點懷疑 難道修道人都不能看到人家的過失嗎 為什麼說不見世間過 特別是如果是當長官的 還要考核部署 難道不能夠看到他們的缺失嗎 大家不要錯用意 一個長官 他有負責考核部署的一個責任 他要盡那個責任才是合到的 他不盡那個責任不去考核 那就是不合到的 數位而行 長官考核部署 在看部署的一些缺失 這是不是見世間過 這不是見世間過 這個是兩馬事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不見世間過的意思是說 從這當中對自己有嚴格的羞恥 看到一些不圓滿的地方 他看的不是人家的過失 是看的是自己的過失 是這個重點 如果真修道的人看到的缺失 他會回過頭來 從自己身上找答案 就是這個重點 不是他看不到這些過失 這些過失在他來看 不是別人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事情 那同樣 當我們是主管 領導無方 帶的部署不夠好 反求諸己 怎麼樣幫他帶好 這是一個有道的主管 他會這麼想的 他不會用苛責的角度去怨天尤人 他會反求諸己 怎麼來改善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卻是錯 當我們的心裡常常是落入是非對待 想到的別人的不好 別人的不好 都是別人的錯 別人的非 這個一動念想到別人的不好 就是自己不好 當你一想到別人的不好 就是反射你心地不好 這個就是為心所見 為視所見 你看到的不就是你的頭色嗎 你看到他人的非 這個本身不就看到自己有非嗎 那自非卻是左 左就是偏差 左就是過失 自己的非就是一種過失 那你管人家非不非呢 他的非不非是他自己要負責 不是你幫他負責 但是他非我不非 別人如何是他自己要負他的責任 我如何我自己要負我的責任 所以我不非 這才是要看重的 如何讓自己止過防非 我非自有過 我有了偏差對過錯 那我要承擔這個惡業果報 我非自有過 所以在這邊我們會體會到 千言萬語就是要有人反求諸己 千言萬語就是不要外放你的心 當你去論人是非不就外放了嗎 當你回口檢點自己 不就求其仿心了嗎 儒家孟子講的也是求其仿心 那在這裡六族告訴我們的 也不要去落入人家的是非對待裡 而要反求諸己 道理都一樣 那聖人過多賢人過少 凡夫無過 就是在自我檢點的那個要求不同 對人要有寬容的態度 對自己要有嚴格的羞恥 這是修行者的態度 對自己有嚴格的羞恥 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 真愛不關心長身兩腳握 欲你化他人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信憲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絕 我們要放掉那個是非對待的心 才能夠破除煩惱妄想 其實儒家講 見賢思奇見不賢內自行 所有的人都是一面鏡 見賢看到人家的好 效法學習人家的好 思奇見不賢看到人家不夠好的地方 感謝他的不好再提醒我 不要犯一樣的過失 所以見不賢是內自行 見不賢不是去苛責別人 見賢是思奇 不是去嫉妒別人 你看見賢思奇最後是 以他的好來幫助我成長 見不賢內自行也以他的 他不夠好來提醒我 作為借鏡 最後這個精神都是反求諸己的 那麼反求諸己當中 不是在一個是非外向的執著 然後去產生一個批評 產生一種分別對待 產生一種喜歡討厭的 對待的情緒 沒有落入這種是非對待 情緒的對待 自然脫落了這種煩惱 世俗人之所以有很多煩惱 就是常常起對待 常常起分別 然後隨意的批評 外放自己的心沾著在外境上 讓自己的心失去本來的清淨 珍愛不關心 珍愛就是討厭跟喜歡 這有點像大學四不正當中的 有所愛要 有所好要 有所好要 就喜歡討厭的心 那就不得其正了 好要的心也是對待的心 對待的心就是離開自性本體了 落入分別 珍愛不關心也就是無分別無對待 不在這樣的一個愛物的情境當中 染汙我們的清淨的本心 能夠珍愛不關心 就是不會被這個珍愛的外境的 讓我們情緒取了好惡的對待 所以這個心就長清長淨 長身兩腳臥就是沒有煩惱 那兩隻腳這樣 穿得滴滴這樣 拿得很爽的 這樣躺臥得很舒適 一日無事一日先 長身兩腳臥就是睡得著覺 它沒有煩惱的一個干擾 很多人睡不著覺 為什麼 腦神經衰弱 為什麼 這個揮不去這些煩惱妄想 但是修行的人善擺脫了 能夠擺脫這些沾著 所以心都是守住正真 守本真心 那沒有外放 所以很容易就睡著 長身兩腳臥 欲你化他人自虛有方便 度化別人 想要 發現想要度化眾生 度化別人 那你要有善巧方便的 這樣的智慧 方便在這裡指的就是善巧 我們要度化眾生 要應機應援 不是說很死板的 用一個自己的強硬的說法 去說服別人 不是這樣的 真正度化別人 就是要善巧方便的 看他的需要 佛說一切法 是為度眾生的一切心 應財思教 應機而說 而不是要人家來配合我們 聽從我們的說法 是我們來應機應援 看他需要怎樣 用怎樣的講法 讓他最能夠理解信受 所以欲你化他人 想要度化別人 自須有方便 這個方便指的就是 善巧方便的智慧 要有這樣的一個靈妙的智慧 才能夠度化得了別人 物令彼有疑即是自信線 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疑惑 生命的困惑 那有疑惑的時候 常常會詢問他信任的人 覺得比較有智慧的人 來請益 物令彼有疑 最後能夠拨雲見日 拨開人家心中的疑問 斷人家的疑心 而生出信心來 能夠幫助人家起信 破疑生性 就是自信的狼線 讓各自那種疑心 好像如這種烏雲在遮蓋 幫他波雲見日 讓他顯入自信的光明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絕 這兩句也常常被大家引用 就是人間佛教 佛法並不是在深山古洞裡 佛法並不是在佛陀那裡 佛法就在世間 所以說一切法 都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佛法 什麼意思呢 佛法就是覺悟的方法 一切的萬事萬物 你善用它 都是成佛的資糧 都可以幫助我們覺悟解脫 不善用它 那當然都不是佛法 明眼的人看 一切法都是佛法 佛法在世間的一切 都是可以成為成就佛道的資糧 不離世間絕 所以是在世間當中 在生活當中去行 去覺悟 沒有離開世間 沒有脫離生活 離世 密菩提 恰如囚兔角 正見明出世 邪見明世間 邪正盡打雀 菩提姓婉然 此送是頓教 一名大法船 迷文經累結 物則刹那間 離開世間要去 離群所居去找菩提 去找覺悟 離開世間 往外去 世間外去尋找 菩提解脫 就好像求兔角 大家想兔子有角嗎 有角那還叫兔子嗎 那求兔角什麼意思 就不可能 兔子沒有角 那要求兔角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離開世間要求覺悟 求覺是不可能的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絕 等於為前面的那兩句話 再做一個背書確定 正見明出世 邪見明世間 佛經裡面常常會講到 世間法 出世間法 出世間法好像就是要 要覺悟解脫 那世間法好像就是說 沉迷在世間的輪迴當中 那世間就是有種種的邪見 那出世就是一種正見 正見引領我們 能夠脫離苦海 覺悟解脫 那邪見讓我們沉淪苦海 出離無期 所以正見也就是出世法 那邪見就是一種世間的常態 世間顛倒 顛倒眾生 顛倒妄想 都很多世間人所行的一切 不如理不如法 但是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就是有眾生的顛倒 所以才佛法的應運 來對峙大家的顛倒 為什麼需要佛法 如果大家都是佛 就不需要佛法了 怎麼說 因為都是佛了 還找成佛的方法做什麼 就是因為大家是眾生 才需要這個法幫我們覺悟解脫 因人才有了 因為有世間人的迷媚 所以才有佛法的應運 邪正盡打雀 菩提性婉然 這個世間法就是顛倒妄想邪見 出世法就是一種正見 覺悟解脫 但是還落入邪跟正的分別對待 還沒有究竟 所以最後我們修辭向上一路 超越相對回歸結對 把邪正的對待心都要掃除掉 那麼邪正的分別對待的心都掃除 就回歸到一種本性的究竟唯一 那麼菩提這種覺悟的本性 婉然就是朗朗的這樣呈現出來 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沒有任何的遮蓋了 此誦是遁教 這一首無相誦 也是遁教法門的一首詩記 也名大法傳 法傳讓我們能夠通往 覺悟解脫的顧家鄉 這一首無相誦 內容是一個遁教的法 也叫做大法傳 幫我們盜託到覺悟彼岸的一條船 彌文經累劫 不管過去有經過累劫多生多長的一種 彌媚輪迴 悟 覺悟就是一剎那當中 因為本來就沒有離開過 彌悟一念之間而已 不管經過多久的彌媚 要翻轉過來也就是剎那之間 這一首無相誦 大家可以用一點心把它背起來 是非常非常妙 非常的容易去理解 也對我們幫助是非常大的一個禮路的指引 是遁教法門 師父曰 今於大飯事說此遁教 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信成佛 我們看波羅品 我們用四節課的時間介紹完 波羅品整個就是講波羅波羅蜜多法 也就是大智慧解脫法門 在一場法會 大家還記得嗎 唯死君到潮溪 寶陵禪室 也就是現在的南華寺 迎請六祖慧能來到韶關的市區 韶州市區 也就是大飯市 大飯市現在還有就是大劍禪室 在這個大劍禪室 大飯市來跟大家升尼倒數 有一千多人這樣來講 講了這場法會 那麼六祖講到這裡 法會即將結束了 所以今天能夠在大飯市 跟大家講述這個頓教的法 頓教的法門 頓悟的法門 也就是頓除妄念 悟無解脫的一個殘門的教法 普願法界眾生 就是希望有這個願 有這個心願 希望法界的眾生 今天能夠德文 言下能夠見性成佛 德文這個政法 能夠明治本性 最後朗現本性 見性成佛 當時為死君 還有官僚道俗 大家聽完這場法會 法喜充滿 文師所說無不醒悟 大家都有很大的覺悟 一時做禮 同時大家就跟六祖慧能鼎禮 一起歡喜讚嘆 善哉善哉 真好啊真好啊 何其領南有佛出世 我們這個地方真有福氣 這個領南地區 好像中原的邊垂 這種邊境未開化的地方 竟然有佛出世 這個佛就是我們六祖慧能 有一尊活佛在這裡 注釋在這裡 出世在這裡 大家感覺到非常的幸運 非常的感恩 般樂品到這裡要結束了 我們再總結一下本節課的精華 勿無念法者萬法盡通 勿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 勿無念法者自佛地位 這無念法就是般若三昧法 般若三昧法就是沒有雜思妄念 就是一種手本真心如如不動的禪定狀態 一種智慧觀照而不沾著外境的一個禪定法門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各種說法很多很多 但是要懂得話還為簡 一本善萬書也要懂得萬書來回歸一本 大道自簡 長自見幾過與道即相當 一個真修道的人都是反求諸己的 常常看到自己的過失來改過自心 這樣與道就相當了 如果真修道的人是不見世間過的 長自見幾過的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是我們行道的道場 離世密菩提恰如囚兔角 不要往外找 不要離開人世去找道 道就在生活裡 就在人群裡 在世間裡 這個很相應我們這個時代的修行 就是在家出家 出家的是一種解脫的心 在家的是一種志向 所以出得了家 家所的家 才真正的覺悟解脫 在家出家 就是佛法在世間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 在家庭在工作的職場當中 就是我們的道場 生活就是道場 如果離開了世間 離開了生活 要去找覺悟的路 那是找不到的 因為道就在置身 道就在生活的 道在日常生活中 好 我們最後也是唱這一首 《自信自渡》 作為今天課題的結束 善呼年 此曾念去忘年 無聲滅 無氣心無動念 漫心兼心活然間 情敬信一念 無貪無妄 無憂 雀憂 無妙玄 放下颠倒梦想放下余念 放下自作烦恼放下成缘 留根静静念既能脱苦远 留成然坦诚思落轮回圈 尽得到在家处家修炼 故生仙苦修苦莫凹奸 茫茫沉海获福田 新年造福田 可念着生静静修持每天 唯有心无寡爱成就大远 唯有天心仙真知作见 修道修心残悔了醉前 汉河人如火连足心广显 老心愿不容易可以变 截旅言手自皆心方圆 摩天定的路连 盛将一年间 念自在自今生走好每天 大道真难远 大道真难远 宝刀福音圈圈 信手奉行我寄了远前 昙花已显延 借下修正福本言 了多真远 众生回明面 一支点 开描身修心愿 静修连 短挂念一支见 静年相寂寂静情愿 却无擦那间 自心自独自在安然心田 到在日常好好休止每一天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只了成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